红姓妇人涉嫌把丈夫尸体藏入后方白色冰柜 记者林博华翻社 分享 高雄经传家暴杀夫藏尸三个月 前阵区一名红姓妇人报案丁姓丈夫失踪 今晚警方放茶突破新房 他终于坦诚今年6月4日涉嫌杀夫 并由大儿子协助用棉被裹尸 藏在家中营业用冰柜 警方赶紧将他及家人带回调查 封锁现场调查中 警方今晚9点多在前阵区震东一街住家一楼的冰柜 发现沾满血迹的棉被 棉被冻将棉在冰柜 也无法翻开 警方调查 46岁红富47岁丁姓丈夫共同在菜市场卖手丝 但丁长旗舍对他及三男一女孩子家暴 为申请保护令 不料6月4日丁玉拿开山刀砍他 红富反夺刀后杀害 他找24岁大儿子一起将尸体存放冰柜三个月 7月2日红富疑似心虚通报丈夫失踪 警方遂定期查访 也问过住附近的丁姆 丁姆不知情 却怀疑母子之情 今晚警方再度访查 终于突破红富新房 在一楼家中冰柜找到尸体 带回红富等人侦办 预计依杀人罪嫌疑送 尸体部分空虚强行割破棉被 仍带警方深入调查 尸体被藏冰柜三月 记者林博华摄影 分享 事发高雄前镇区 记者林博华摄影 分享 射沙夫的红富 记者林博华翻摄 分享